原本有大量订单的工厂却比不过景气的萧条 让工厂负责人一夕之间独自面对所有的占务与员工 负责人欠银行大批款项又发不出员工薪资 在无路可走之下全家大小在空荡荡的工厂内自杀 自杀事件后工厂遭到法院开卖以偿还欠下的债款 但是开卖一直流标所以工厂从此成为鬼屋 据说工厂附近的机程车常收到轿车的讯号 但到了之后却没有人出现 当地的居民都怀疑是自杀的一家人叫了机程车 想离开这里的世事非非 超胆任务这次要让观众朋友们亲身感应工厂负责人的心酸悲哀 这次的感应可不会和上次尖兵搜寻时一样惊恐呢 请继续收看睽闻已久的超胆任务 绝境亡魂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什么东西 你这样不得了 这样真的不得了 姐姐 小峰 寂寞 你不是代表我吗 爱你 爱你 爱我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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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麼長的一段製作過程當中 我們換了很多不同的單元 藉由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 帶著大家來探尋 各種不同的靈異世界 之前呢 我們還有一個單元 叫做真鬼真事 有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自己來告訴我們一些 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 或者是呢 有一些特殊的靈異照片 今天呢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淑敏 他自己也帶來了一張 他的靈異照片 對 來 先讓觀眾朋友們 看一下這張照片 先大家觀察一下 你們看完了以後呢 覺得這張照片有沒有一些 什麼樣子不尋常的地方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眼間 已經發現了一些 不尋常的狀況呢 這個是我的一個 好 來 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是淑敏 對不對 這個高的那個 結果呢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個人同時拍照片 底下呢 卻只出現了八隻腳 淑敏的兩隻腳 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 只有我的不見了 你當時是不是趴在他們身上 有 他們都一直想 因為他們看我的手在這裡 然後這邊這樣 他想說是我撐著旁邊的小朋友 對… 腳縮起來 然後故意兩隻腳這樣往後 翹起來這樣 耍翹皮這樣 對… 可是我也太厲害了吧 翹起來基本上那個重量 臉應該會有表情 應該是很重啊 而且旁邊的人也會感受到那個重量 對…可是我的表情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的腳根本… 而且我沒有那麼調皮 那妳看完以後妳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在想說是… 拍完以後 我就一直回想啊 是不是拍完以後 我有沒有運氣不好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 呃… 再稍微大一點就有出車禍 對… 也是在腳部分的… 對啊 就擂踩嘛 騎機車啊 是腳 連頭都沒有怎麼樣 真的喔 真的啊 老師 請妳來稍微給我們解釋 分析一下 這張照片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狀況 跟他之後的車禍 腳受傷 是不是有一些前前後後的連帶關係 一般遊樂場來講 很容易吸引一些過世的小朋友來這邊寄臉 所以小朋友的時候滿調皮的 那他靈體有夠旺的時候呢 基本上他會給一個 我們這個照片 會給他一個警示作用 那說你可能有哪些災難 有哪些不好的情況 他會給你一個譯告 你來參加我們超男人物的目的是 想證實這個節目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你有沒有遇過一些林一方的事情 那個老伯伯 他騎 他已經過世了 可是 看起來是難的 只是騎那種腳踏車 可是是那種馬系統腳踏車 就到田中央就不緊 想要嘗試看看 這邊喔 為了看采哥啊 妳再說一次 妳來參加我們超男人物的目的是嗎 為了看采哥 好 謝謝 被拉來的 因為我本身總是觀眾 那自己本身就是也是想來體驗看看這樣子 好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也是一間廠房喔 但是這個廠房 他們在裡面的傳說這個悲劇呢 有相當的多 現在我們帶著我們的這個中南部的觀眾 就前往這個工廠裡面 一探就進 對不起打擾了 你看好大家的一個廠房喔 你看地上 地上這些奇怪的痕跡是什麼東西 好像很多痕痕 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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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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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邊 那邊 馬上來回顧堅定當初搜尋的精彩畫面 我幫你幫你幫我 冰箱的門竟然自己開了 連攝影師也看得目瞪口呆 那邊是樓梯 樓梯 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有一個 什麼東西啊 你沒看到嗎 我沒看到 可是我剛剛是覺得那邊漂亮而已啊 只有那個一個女生啊 好像是女生我不知道沒有看到五官 然後頭髮長長的 然後全是白色的 畫面竟然出現了疑似女孩的影像 這會不會就是工廠負責人的太太呢 那是什麼 門開起來了 不對不對 那個是那個架子的晚會的那個 有東西有東西 有東西跑進去 有沒有看到 有東西 門竟然開始自己左右搖晃 同時請您注意 會有一個光束衝進畫面當中 門始終不停的晃動 好像是負責人全家大小 想要奪門而出 馬上離開這裡一樣 我們加油 我心情你怎麼可能 我心情我 好恐怖 太誇張了吧 那她是她公子力娘 小黃你等我啊 你等我 房间内所有的物体竟然都在攻击尖兵 会不会是负责人的冤魂呢 现在我们的前程感应已经进入这个开始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感应模式又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是以这个见证的方式指着这个脉搏的方向 好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观察 再给她多一些时间 也许她现在慢慢再跟她做接触当中 这位是妹妹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梅桃稍微深深地皱了一点点 今天唯一的男生阿翰 可以看到她整个人表现出这样的正气领燃的样子 所以她这个感应目前为止应该是还没有一点伤心 目前为止状况还好 不晓得今天的浅层感应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好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 看到她已经有翻白眼的这个状况了 而且刚才她的头是微微的向下倾的 但是现在呢 整个头是抬起来 好像往什么方向看过去 而且呢 是翻白眼的这个状况 倒是她的体温变冰了 因为刚才她的身体是烫烫的 在这个搜寻过程中 她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 然后烫烫的感觉 现在她身体周围的这个气 觉得比较冰 整个气是比较冰一点的 小峰突然退后了两步 是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推击呢 还好吗 小峰 感觉怎么样 还好吧 好像用力过度 就是肌肉用力过度 整个人这样子 进入恍惚的这个状态 流汗流得很严重 你还可以吗 手怎么这么冰啊 你还可以感应吗 再试一次好不好 好像我们看到是这个月如 月如整个这样子冒汗的身上 已经非常的明显 并且整个人呢 这个表情感觉是沉睡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箭纸的这个状况 已经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 握得这么用力 反而有点放松的感觉 哎 怎么了 接着 接着其他超胆观众也开始有了反应 一直凉起来就行 一直凉起来就行 这个感觉有点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再跟它感应看看 那看怎么样的话 你就看能不能给它感应 好不好 OK 它整个身体呢是这样子 你看 像现在这个状况 一直要往后倒 一直要往后倒 在我们这个感应里面呢 这个已经进入了 这个已经进入感应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身体要往后仰的这个状况 因为人的这个意识被抽走之后 身体呢就开始变 变发软就对了 我们检查一下后面 后面是没有什么玻璃 要是它这样跌倒的话就还得了 而且你看 只要有进入这个感应的这个观众们 他们一定都是这样子 流汗的状况会比别人来得更多 你看两个人的这个感应 几乎快要雷一通 就是一直这样 要往后仰的这个现象发生 这怎么回事 我要是晚了一步 它就跌下去了 小方 小方 它身体怎么这么轻啊 小方 小方似乎有灵媒体质 才只是浅层感应 就有如此大的反应 已经可以和当地的灵界朋友 有良好的沟通 不要怕 不要怕 感觉到什么 头很晕 头很晕 皮肤很烫 没关系 喘口气 慢慢来 没关系 好 好 有感觉到他们来吗 我觉得头有点脏 很脏是不是 很热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还是要休息会 休息一下好吗 好 没关系 你休息一下 好 他还没关系 那还没关系 好了 你算是什么 女人 对 我叫他 他说 我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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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他说 他说 来 里面去避养 他已经进来一半 可是他手怎么会变这样子 我把他呢 在后面上看到这位男生呢 本来以为他会最没事的 但是经过老师一番之音之后呢 可以看到他整个感应的动作 已经是不一样了 手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呢 他刚才整个人有明显的往后倒的这个样子 那所以现在呢 老师要指定他这个动作 再进行第二次的感应 然后看看这是第二次的感应 能不能跟他们这家四口子 做上直接的联系 好 我现在期待他 没想到才只是浅层感应而已 观众朋友的灵动现象就如此丰富 而且每位超胆观众 似乎都受到了外力的推举 向后退缩或跌落 有人拉你只是 你是不是很热 很热就是 你不能再走 可以是不是 你看 可见他灵子也是相当开 因为他其实自己没有 现在的方式 你看他 我可以让他进了感应 他就开始一个闻流了 而且那个速度十分快速 当地的灵界朋友 似乎对来感应的观众 特别有反应 是因为观众朋友的磁场 和他们相通吗 还好吧 哇 身体很烫 一直在发动 我们一起休息一会 还好吧 这样不得了 这样真的不得了 看来没有预警 请问一下观众 可以给这样倒下去 出乎意料的浅层感应 让你大呼过瘾 广告后 还有更精彩的深层感应 再见